其实这些人恶根性很重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都是不值得原料 就是因为太勤 才没有办法有效嚇阻一些犯罪的人 近日发生一起震惊全台的 长荣大学马来西亚旅达生命案 引起舆论又再次讨论 台湾死刑存废及执行的议题 台湾目前仍有死刑的规定 并以减少使用、谨慎执行为重点 逐步废除死刑 但社会的意见尚未有共识 我们好奇大家认为 目前的刑罚规则算轻还是重呢 台湾 就是因为台湾 才没有办法有效嚇阻一些犯罪的人 台湾 其实这些人恶根性很重 所以我们说这些人都是不值得原料 台湾的话你觉得是可以 透过什么方式来加重的犯罪吗 有些案件可以效法性加重的犯罪 太轻了 而且现在我觉得假释的条件有点太轻了 假释的条件应该要再更严格一点 太轻 很多犯罪的人可能他本身 其实并不是有什么精神问题 但是他最后都是用什么视觉失调啊 或什么行为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法官就会觉得 他不是故意的或怎样 会让一些心有意图做坏事情的人 他们就觉得我们台湾的法律不会让他们死刑 是否该费死有许多面向能讨论 其中一项为死刑能有效遏止犯罪吗 费死联盟认为 目前并无证据证明死刑具威吓作用 大家赞成这个说法吗 其实并不会 我认为死刑对某一些人来说 不会是他们害怕的 因为在台湾真正被判死刑的人数是少之又少 像是新加坡的边境 他就很有效地后组人群的犯罪 我觉得相当的有效 已经三审定验了 那你法务部还不执行 那你是什么意思 还要叫前面来负担这些成本 什么意思 这是造成社会人民对整个国家的失法 非常的无助 当然可以啦 随便一个杀个还不会死刑的话 人家就会模仿这样啊 我觉得可以 它有一定的扩除效果 但是我觉得死刑之外 是否也要参考其他国家的边境 就是可以再跟加重惩罚的力度这样 是 这次命案的受害者家属曾表示 希望凶险一命长一命 立委燕玉兰说 如果要达到移民换移民的诉求 除非马来西亚政府 要求引渡到大马受审 那你认为应该由哪国执行审判呢 毕竟他是台湾人民 绝对不适合移送回去被害人的国家 因为这是我们身为国民的基本权利 他犯罪地点在哪里 就由那个地方的司法机关来找到 那会觉得说如果犯人留在台湾去审理的话 会没有办法给他家属一个交代之类的吗 因为台湾目前可能就是有死刑 但不一定会受罚 所以就是法官跟法务部的长官就要去判施行 他背弃了人们的期待 这些人要为这些事件负责 假如可以给马来西亚也可以啊 假如人家他们的国家就反对了 如果我们自己的国家会形象不好的话 干脆就给他们处理好了 我觉得因为他发生是在台湾啦 所以应该就属地的话 应该就是在台湾审判 应该是在台湾审判 因为发生地在台湾啦 民族再给台湾法律一个机会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案件应该 很明显的他就是蓄意的 所以我觉得法官已经在判决的时候 真的就是要秉着良心 他并不是在什么无行为能力之下或怎么样而做的 对 所以应该会给予好的判决吧 你目前还是相信台湾的法律 希望 在这件事情上 对 没错 反费史认为杀人场命是天经地义 仰死刑犯浪费纳税钱 死刑具有嚇阻犯罪 维持社会安定的作用 且能给受害家属圆满交代 费史方认为死刑违反人权 莫是犯罪背后的社会问题 若有误判 冤誉 会错杀无辜且不可逆 因着重改善受害方的支持保护系统 最后想问大家是支持保留死刑 还是废除死刑呢 希望死刑要保留 而不是废死 如果死刑到目前为止都是保留的话 自然而已经是这么的不理想 那如果废死了的话 会怎么样呢? 保留 那些被除死刑的国家也慢慢开始回护死刑 那表示说他们已经觉得死刑就是一定必要的 应该保留死刑对不对? 因为感觉案件没有减少啊 支持保留 如同我刚刚所说的它是有割除效果的 如果你今天将这个死刑单方面把它取消掉 我觉得以目前台湾人的性格上来讲 它就会有一种矫情的心态 保留死刑 当然不是说犯罪的人一定要一命长一命 可是重点是如果他是一个蓄意犯罪 而且他已经是有计谋 或者是像这次的案件 只是承意识着自己的欲望或怎样 而去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 我真的觉得 你既然做出事情就要付出代价 对而且毕竟 那那个人躲无辜 他就牺牲了他的生命了 被除死刑是近年来国际的趋势 但却具有许多复杂的因素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你对死刑的想法 我们下次见 拜拜